YOU!大家好!我是小萊姆 歡迎收看小萊姆《瘋狂世界》 今天繼續... 上一集我幾乎一蹶不振要dagm的了 是沒有的... 為甚麼會這樣? 我現在非常難忘了 是接近崩潰的狀態 接著上網搜尋過 原來真的有機會 捉蟲的時候會 掉了道具 而我呢 還衰 我自己放棄捉的權利 所以大家自己就收拾 捉蟲的時候 唉 總之小心點 今集是講究竟 怎樣大多隻貓貓 大家見到我其實是兩隻貓貓 一般人 你是新手的話 如果你是老手的話 麻煩你按交測離開 你完全知道怎樣拿多隻貓貓的話 今集就是講 怎樣可以快速提醒你的冒險等級 提升 你看到我在冒險等級裡面 已經是排的20 20也算是一個比較前的位置 我在我的Friendlist裡面 百多名 逆千年就不用說了 他是超級恐怖玩家 應該是去70 今集主要是講冒險等級 當你達到冒險等級15的時候 你就可以升級成為E級冒險家 而E級冒險家和E級Baby 是沒有關係的 E級冒險家裡面的技能 叫做熔兵條約Level 1 你學習了之後 你就可以同時邀請兩個貓咪 回歸到我們的主題 到底怎樣升到冒險等級才會快 15級 我已經遠遠拋離了 我已經去到20級 究竟是怎樣做的呢 我現在就 每天告訴你 好 第一 我自己平時當然 怪物圖鑑就不需要多說了 盡量打 盡量拍照 我自己這裡有個小秘訣 就是去一些你需要去到的地方 拍多些照 因為有些怪物圖 雖然是後面一點 但其實小怪來說 也不算是很難打的 所以有些 還不是去到我現在的 要做任務的地方 譬如你看這個 黑特森林 是70多的小怪來的 我都會去拍照 和去打 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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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每次拍照和打 都會獲得一些 冒險經驗給你的 而後面的相對力都會比較高 這一個呢 其中獲得 冒險經驗快的一個方法 就是拍照和打怪 就是一些新的怪收集圖鑑 第二 拍照這些就不用多說了 盡量大家拍得到就拍 那我自己都拍不足的 因為 你看到 很多都還沒有的 但是我自己想說 就算我這麼多都還沒有的時候 為什麼我仍然衝到20厘這麼快呢 有一個秘訣就是 料理 料理是非常之重要 你看到我已經料理了 這麼多不同的 東西 你看 已經升到 Level4 高級的料理 我都做到了 那我現在 料理等級呢 是多少呢 看看 Level7 我快要升了 非常好 升了非常重要 好 我現在 回回普城 那要教大家 如何去做料理 好 那我現在在走路的時候 邊走邊說 究竟料理 如何增加你的冒險經驗 其實只要我們每當 煮一個料理 學了新東西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已經可以獲得冒險經驗 你看到 並且其實是不低的 後面那些去到百多 Level4那些甚至是去到 一百八十 是非常之高 就算是非常初階的料理 你看 都要有四十個冒險經驗 其實是非常之多 只要我學一款新的料理 就做到了 而網上呢 我下面會放一條連結 那就是巴哈 已經有了全部料理的圖鑑 所以你要學整料理 是非常之簡單 好了 那第一步怎樣做料理呢 去到普城的左上角這個位置 看到這個料理協會入口 那我這裡有一個 shortcut 切進去就快一點 那我們直接進去 那一開始來到這個地方 他會叫你做一點點的任務 才會讓你學做料理的 那個任務呢 就要叫你去使用這個叫做 這個 這個 廚神的鷹眼 那這個鷹眼呢 只要使用了之後 我這裡呢 就會有一個 叫做 這個 擊殺魔物 將消耗一層狀態 總之就是有25%機率 觸發掉落食材 那這個任務呢 就叫你打某一種食材回來 交給他 那只要你完成了這個任務之後呢 他就會開始給你做料理 那料理做法呢 非常之簡單 我現在可以示範一次 那他給你學做料理的時候呢 他就會給你一本書 叫做料理書 那這一本東西呢 只要你打開 那就可以使用了 那食材方面呢 另外需要去打回來 或者是買回來的 那我自己呢 基本上大部份東西呢 都是買回來 因為其實買的價格很便宜 非常便宜 那另外某一些真貴的素材呢 每天他有限你買的數量 所以我平時呢 買這些真貴素材 買不到的話呢 我就要出去打的 那至於出去打那個 是調什麼素材呢 我下面會放另一條link 那你就去看看 究竟是什麼素材 在什麼怪裡打吧 那有時候甚至 有一些要去打比較後期的怪才拿得到的 那這些呢 就是我已經學了的一些食譜 那我現在就示範一下 究竟 如果沒有食譜的狀態下 究竟怎樣料理呢 那我現在就隨便煮一件東西 煮個三星的料理 那我上網看著的食譜 就會對應了 譬如我現在要水母肉 然後要龐蟹肉 然後還要鹽和糖 鹽和糖 那這四樣東西齊了之後呢 那非常特別啦 並不是煮食 求拿其煮的 那你看到呢 它有四種不同的煮食方法 一是普通的豪華料理台 第二就是燒烤架 第三是高壓鍋 第四是浪漫飲品 那這四樣東西呢 其實對應著煮不同的料理 那大家只要看回食譜 我現在看的食譜 叫迷幻回味海鮮燒 那是需要用到豪華料理台才做到的 那你看到 如果那樣東西是我們從來沒煮過的話呢 這裡會顯示問號問號問號 然後會顯示成功率幾%的 OK 那現在我們已經煮過一次了 我們可以直接就煮得了 好了煮完 OK 那我現在就 再挑戰一下煮一些我沒煮過的啦 因為其實現在我煮四星的成功率是非常之低的 因為我現在的level未去到啦 我現在level7啦 那 那 後面四星那些呢 有些都不是那麼容易煮的 成功率非常低 不過現在我就可以試煮一下啦 那我們現在要一個馬克肉 一個水母肉 水母肉沒有什麼啦 然後蘋果醬和醬 醬 醬 好啦 我現在要煮的 只不過煮得了 我 skip了動畫 我浪費時間 嘿 失敗了 煮黑暗料理 黑暗料理 好啦我 skip動畫 不要緊 我們再煮多一次 但我們都不太夠食材 水母肉只剩一塊 馬克肉在這裡 再來多一次 嘿 失敗啊 弄這個按鈕 不要緊 煮下一個 魚肉 觸手 好 我無求試煮多一次給大家 蘋果醋和芝士 好啦 接著要用的是燒烤架 再煮 YES 得了 其實非常倒的 比著我平時呢 應該會再升一個煮食的level 才去挑戰這些 否則真的非常浪費食材 因為食材其實是不容易打的 因為掉落率其實都算太高 我現在已經煮了一個新的了 這個呢 就有新學的東西 我只要click一下 它就會 加了180武險經驗 其實我只是靠這個煮食 煮這麼多 就是充我的武險經驗 那你見我呢 充得非常順利 所以為什麼我會這麼快到15 甚至到20 就是這個原因 那另外呢 都有一件事想說的 就是 我們升上E級武險家的時候 最重要呢 其實當中要做一些任務 那當中最難做的任務呢 大家知道是什麼 就是要提交兩塊這個變身葉 變身葉呢 其實就是打狸貓會獲得的 那你知道狸貓 是最容易的一個 Mini Boss 還是MVP 我不記得了 最容易打的 所以 換句話說 大家會搶得非常厲害 而我呢 基本上沒有搶過 我兩塊變身葉呢 我都是直接買回來的 那我就是交易所那裡買 對啦 那這個是對我來說 最快的方法去獲得 這個變身葉 那其實 已經炒到都幾貴下了 我們現在去看看 一塊變身葉是多少錢 好啦 看到呢一塊變身葉 已經炒到40萬 非常之貴 40幾萬 神經病 那我買的時候呢 先說明先 我現在是沒有這麼貴的 現在大家覺得 需求量高了呢 就是因為 啊 現在大家的開始呢 去到這個level 是需要去 啊 進化 不是進化 變成E級了 那所以呢 大家真的要 要盡快去變成E級了 要不然呢 遲些個價 我相信只會越炒越貴 因為這個需求呢 當大家都衝到來 15厘的時候呢 那個需求會更加越來越大 你看到現在在我的list裡面呢 15的人呢 都已經開始越來越多了 那我的list 總共有 應該有百多人 百多個朋友 如果在我的朋友列表裡面呢 就是在說16%的人 已經升了上15厘了 但你看到呢 都不是很多升了上E的 應該大家都在打那塊的樹葉 那但是我自己呢 就 是啦 我是勇買的 非常奸詐 那但是對我來說 因為我非常需要多隻貓 因為實在是 非常之重要 哈哈 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好 這個呢就是我怎樣呢 提升我的冒險等級 還有呢 怎樣呢 去獲得多一隻貓的方法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你都可以快點用這個方法 馬上升上去 那就可以打到一隻貓 那就很威風了 亦都實戰呢 都會強勁很多的 好啦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了 喜歡的朋友記得給我一個like 如果你想我繼續 看多一些關於RO的題材 或者你有什麼題材想我拍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最重要的就是訂閱我 我是屎萊姆 按個鐘仔 下次再看 再見 拜拜